全球人均寿命,71.4岁。 中国人均寿命,76.1岁。 德国人均寿命,81岁。 德国的人均寿命,整整超越全球人均寿命10岁。 2016年5月份,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释出的2016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, 德国人均寿命在创新高。 德国人长寿的十大秘诀,一起来看看。 每天占比做多,啤酒之香没有啤酒度。 德国是啤酒之香,但这里中年人的啤酒度,却在逐年减少。 都说腰围决定寿命,德国人的腰围资料,却是逐年在好转。 这是因为德国的中流抵住门工作时候,占比做多。 站住办公。 在德国,一些被受腰椎病困扰的办公族,开始尝试站立式办公。 这样有利于缓解腰椎不适的症状。 站住开会。 德国的一些企业会选择站住开会。 设定一个二十分钟的闹钟。 围成一圈热烈地进行头脑增暴。 闹铃结束后就结束会议。 这样既解决了开会时间长废话多的问题。 也让久坐的办公族们,可以活动活动身体。 以免提倦。 站住上课。 德国有的小学会站住上课。 他们的桌子比课桌高很多。 老师认为。 这种上课方式,可以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。 对肥胖的孩子,还能起到减肥的作用。 非常健康。 而且站住不容易犯困。 注意力也能更集中。 爱大蒜。 一日三餐都吃。 还有节日。 大蒜饥可调味。 还能防病健身。 被誉为天然抗生素。 在德国。 几乎人人都爱吃大蒜。 甚至还有很多人会一日三餐吃大蒜。 据统计。 德国人吃大蒜的年消耗量在八千吨以上。 大蒜餐馆、大蒜专卖店等蒜字号商店, 更是淋漓在德国的街头巷尾。 德国人还把普通的大蒜,玩出了美食花样。 如把蒜泥放进面包里。 用蒜头炸鱼。 喝蒜泥酒等。 连饭后的蛋糕、冰淇淋,也都有大蒜的味。 世界上最古老的大蒜节,和首家大蒜研究所,也诞生在这里。 大蒜研究所的哥特林博士介绍。 大蒜中含有四百多种有异身体健康的物质。 如果有人想活到九十岁。 大蒜应当是它食物的基本组成部分。 果汁结石。 帮助细胞更新。 国家期刊《健身科学》杂志,发表过一则这样的讯息。 德国人的长寿,还有赖于他们还发明的一种果汁结石法。 顾名思义。 果汁结石法,就是以传统果汁来代替进食。 德国人认为。 人体疾病和衰老的主要原因,是因为细胞代谢失去协调。 所以,老化的细胞必须尽快排泄。 而果汁结石法,就能够加快衰竭细胞的排泄。 有效地产生新的细胞。 此外,果汁结石法,还能够将体内废物和毒素排出体外。 其丰富的维生素、酵素、矿物质,能够由血液吸收。 维持组织间和细胞间的生化,以及矿物质平衡。 散步日。 总理有爱的长寿法。 德国人喜欢运动。 对于老年人而言。 散步可以称得上是他们的传统爱好。 尤其是每周日的午餐后。 更是德国老人的散步日。 德国人认为。 散步可以缓解工作的紧张和精神的疲乏。 还能促使血管弹性的增加。 特别是腿部的持续运动。 让血液更多的回流到心脏。 能够改善血液回圈,提高心脏工作效率。 现代医学也认为。 散步能维持人体的钙平衡。 保护骨骼的健康。 有助于氧化体内多余的脂肪。 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,就是一位散步爱好者。 2006年默克尔首次访华的时候。 温总理就曾专门陪同他到北京昌浦和公园散步。 如今,默克尔已经超越了中国女性的退休年龄。 但是身体状况依然很好。 不得不说。 是散步使他的身体和思维,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和高度的集中。 吃鱼。 每周五必须吃。 相传。 德国人到星期五, 无论公司食堂还是大中小学食堂。 无论饭店餐馆还是寻常百姓家。 主菜都是鱼。 这是为什么呢? 耶稣基督在星期五受难。 为纪念耶稣。 教徒们每个星期五都不吃肉。 在西方。 鱼是不属于肉类的。 星期五不吃肉。 可以吃鱼。 鱼类蛋白富含氨氨酸和牛黄酸。 有助于降低高血压。 而鱼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。 也有降压作用。 的确。 吃太多红肉,对身体健康有害物益。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,更加愿意选择吃鱼来平衡。 而德国人信仰中的星期五强制吃鱼。 也成为一种全民饮食习惯。 严格尊医嘱。 不随意买药吃。 在吃药上。 我们真该好好学学德国人。 中国人现在肾脏疾病增多的原因之一。 就是自己滥用药。 而德国人从来不随意买药吃。 即便服药也严格的遵照医生指导。 是要三分毒在德国也适用。 他们只会在不得不用药时采用。 错用、滥用药物,都是非常危险的。 当我们毫不自知的吃保健品、非合理的滥用药物时。 无形间可能就会带来肝损伤、肾损伤。 心态好。 不比吃穿。 不贷款买房。 德国人平日的吃饭、穿衣戴帽都很随意。 不会拍笔。 也不会去贷款买房子。 虽然并不是买不起。 其实,德国的工作压力也很大。 但他们常对自己的生活满意。 不想背负沉重的贷款负担。 很多人干脆一生都租房子住。 积极心态获得的两大报酬。 就是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。 从某种意义上说。 心态决定健康。 当人的精神状态乐观欢快时。 机体内的多种生理过程变得活跃。 此时,防御功能也发挥得比较充分。 当免疫功能增强时。 自然就不容易受到疾病的侵犯。 不服老。 退休了也不闲助。 德国老人不服老。 许多人主动延后退休。 德国人实际退休年龄平均是63岁。 他们还热心公益。 在德国街头, 一些老年人专门为外国人指路。 为盲人读报。 就这样。 他们找到了乐子。 生活由此而充实幸福。 退休是另一种新生活的起点。 可以自由安排时间。 做自己想做的事。 你可以重拾年轻时未完成的梦想。 可以用画笔、相机、打字。 把自己的生活展现出来。 享受退休后的第二青春。 爱喝牛奶。 不携带、精神好。 事实上, 没有一个国家的人们, 像德国人那么爱喝牛奶。 德国人每年要喝掉约85公斤的牛奶。 堪称世界之罪。 他们从小就喝下大量牛奶。 连做菜也放牛奶。 类似我们中国的高线。 所以德国人似乎都不缺钙。 牛奶营养价值很高。 除含有蛋白质外。 还含有脂肪、糖、钙、磷等许多营养成分。 孩子喝了长个子。 大人喝了能见骨。 一般来说, 成人一天喝300至500毫升牛奶为宜。 德国人早餐种类不多。 但保持了最简单的营养搭配牛奶加蜂蜜。 简单的阳光早餐。 赋予德国人一天好精神。 懂休息。 休息日绝不加班。 德国人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。 但他们也相信持续工作不休息。 工作效率必定变差。 因此, 德国人非常重视休闲生活。 在德国。 加班的人一般都是外国人。 对德国人而言。 休息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。 周末时间绝对要留给自己。 很少有人会在周末工作。 更不可能利用周末去应付客户。 即使在热衷工作的人。 也深信唯有充分休息, 才能彻底充电, 恢复活力。 如果没有急事。 他们平日的晚上七点钟以后和周末、 假日, 都不会打电话到别人家。 德国人的长寿的十条几率。 简单却值得我们学习。